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举办一个大型的报道会 邀请全港不同界别的人士 演例人、担任嘉宾和司仪 对他们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 对我来说我叫他做老爸 很多人叫他做神或者天父 对于我来说我老爸 我一直好像自己跟他聊天 到现在我会觉得原来我这么多家人 那个感觉是来得很开心 其实我很感谢主 因为我自己离开了主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这两年多主快来找我 所以我之后就跟主说 我说是你收拾我回来的 所以我要弥补我自己离开了主二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任何能够荣耀主见证主的机会 我都会把握 是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二十年前在国福林的报道会 我在这里做陪探员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在这里做司仪 所以对我来说每十年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 在四场公开场中心对不同的对象 美丽人生为女士重新定下美的标准 那如果我不吃东西其实都真的很难 但那办法为了要拍得出来的效果 我都真的尝试不吃东西 但是往往不吃东西出来的结果 就是一个非常反效果 人生曾经历大起大跌 透过保护之旅的旅行团 希望参加者有所共鸣 原来真正的我 我是很害怕再次失去不去 因为我已经很努力十八年 我不想再失去 面对普世价值观 信仰又怎样改变你的人生态度呢 有参与过车主这一场的你 不知道你找不找到答案呢 现在你第二次做我的老板 我又觉得你牵俱了很多 而且你无海河、海湿很多 而且而且你刚才的影片 给我做女老板和租资你 我觉得起码这方面人也有改变 人生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意义 丰盛的生命又是什么呢 黑白到过来人跟你贴地讲人生 因为我没有专业的人 被人监紧导游 但我感谢神 今天神让我复还我儿子的身份 单纯我可以重新二十八岁开始读书 我还拿到荣誉教学的博士学位 给你几个掌声耶稣 作为公众人物 为主公开讲见证绝对不容易 但他们也这么愿意 把自己的另一面和大家分享 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在我的信仰历程上 上帝在我生命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无论我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 都带给我有平安和有喜乐 这份感觉是很珍贵 对我人生的旅途上 作为我的扶持 我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平安和喜乐 这个恩赐 这个礼物 我很想和身边认识的人 或者不认识的朋友也好 来分享上帝的爱 所以我有机会的时候 我也是愿意公开 将我的一些人生经历和大家分享 我希望透过今次和嘉宾 和现场的朋友一起去分享我的 保护的人生 也希望他能够有所感 未信主的能够认识主 信了主的都知道 其实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我们知道 谁是掌握着明天 谁是牵着我们的收入 我的人生的道路 在28岁之前 是很薇烂的 吸毒黑社会 偷偷拐骗 奸淫邪当 什么都做齐 人的道路 就是灭亡 我去到尽头 主为我开了一条生路 绝处逢生 这条道路与主相遇 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大会也邀请香港演艺人 关心妍和周慧敏 为大家献唱他们特别挑战的歌曲 和分享他们的信仰经历 感动在场不少的观众 我也很想告诉你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 神是会陪着你走你一生一世 直至到永恒的爱 我觉得这首歌听了 我想起如果牽着神的时候 我一走 真的很开心 还有很感动 其实我觉得神在我的生命里面 祂大大改变了我很多 还有令我放下了以往很多的价值观 还有以前的执着 祂让我看到祂和我同在 还有如何带领我 在前面和我开路 所以这首歌 就是我自己的石曲 然后内容就是 正正正就是说神 和我们同在的这份福 我希望透过这首歌 和现场的朋友分享 都可以让他们知道 这份特别的爱 和神给我们的希望 和盼望 在公开场里面 邀请到李炳光牧师 和吴振智牧师 以圣经里面 耶稣说过的说话 作为引子 分享信息 耶稣这个名词非常奇妙 是因为祂是个拯救者 祂愿意亲近那些谦卑的人 耶稣今天晚上呼唤你 祂想医治你 祂想帮助你 祂想解决你的问题 你有没有信心接受祂 感谢主 七场报道会的入场总人数 超过十万五千人 当中超过三千人缺智信主 感动的场面 每位港元的分享 你是不是都很想一再重温呢 在以下的日子和时间 你都可以透过 《充西电视》 重温香港福金盛会2017 主外隆香港报道大会